我會叫 你餓什麼東西 餓什麼東西 第一部日劇就是長假 第一部日劇是真的是長假 後來就比較專注在日本的電影 然後比方說高白那個系列那個時期 然後還有很風行鬼片的那個時期 什麼鬼來電那些的 讓我很多的晚上都睡不起來 會 我會怕 因為我本來就是很怕 看他會叫出來然後你會抓掐住什麼 我是會這樣看的人 那你會叫出來 我會叫 我會叫 你餓什麼東西 沒有人想說跟我一樣 對啊很可怕 我也是會硬著頭皮跟人家去玩的 像富士奇的鬼屋 很可怕欸 嚇尿 真的有尿 沒有我都是會要求我要站在中間 我也會 我也會 對對對 那如果一定要前途後面 只能選一個人選哪 很難選 要看路段 真的要看路段 會不小心融入別人的團體 有的時候走到那個路段的時候 是那群人比較多 然後我覺得那邊比較安全 我就會一直往那邊靠這樣子 好了夠了 可以 跟他演Hero的那個 我現在不想要亂講 那個 日文的 對 謝謝松公子 對對對 剛剛在跟芳姐聊 那個看的時候 他也倒吸了一口氣 我想他跟我想的一樣 就是怎麼這麼年輕 這樣子 就像現在自己 萬一看到巴大在波羅中心一般 是一樣的 現在 就多一個 嚇鳥 我會想要轉台 不會啊 怎麼會想要轉台 就是 你覺得他會面對自己的過去嗎 例如 沒有 我覺得過去都是累積現在自己的 很重要的 很官方 但是我覺得真的是 以前是怎麼樣 然後你有好壞都是 很棒的東西 早五晚 對 因為那時候 不知道早五晚就是什麼意思 因為只知道早九晚 他有認識三樣子九晚 你知道嗎 最近 你說最近 你說最近未成年部分嗎 這 愛情很棒 可以去多方的感受啦 嗯 只要 只要 蛤 我不知道 我沒有去了解到真正的內容 我 我也不知道 哪一個人是 很好啊 我自己是 不太喜歡看那樣的 內容的人 因為我自己 不希望我自己的死神 我被探討到這種程度 所以我從我自己做起這樣 我希望所有的藝人 也可以跟著我一起 對 對 新的興趣喔 好像 除了做蘑菇濃湯 蘑菇 蛤 蛤 首先呢 你要買紅喜菇 蘑菇 還有羊菇 三種菇 對 或是你想放金針菇也行 對 三四次吧 有一次是給 對 視網摩斯 對 這為什麼他這麼幸運 因為他在我家 做 做一個節目 這樣子 對 評價如何 評價如何 他把他吃完耶 我覺得他很會做人 你蠻有禮貌的 不知道耶 不好說 他回我訊息回得比較慢 還是? I 沒有